观众朋友过去24小时花莲震个没完 先是昨天傍晚连续两起规模5.9的余震 今天早上又规模4.0 这一年花莲百工百业一路看到年底 观光气溜溜 整个估算高达80亿就这么蒸发了 观光署9亿补助立刻要下去 但恐怕也只是杯水车薪 现在的花莲恐怕疫情期间还要惨啊 我们一起继续来关心花莲 不是你的电视在当中 是我们的画面在当中 那是4月3号的事情 那没有错 昨天下午5点钟有这个规模5.9 那今天早上8点还有规模4.0 就持续还有余震 气象组都给你界定了 不用担心 规模都在6以下都是余震 可是这些余震持续再这样子下去 花莲的观光就救不回来 那我们国旅要自救 所以怎么样吸引台湾的观光客能够到花莲去 最简单的方法 这两个什么方法 就补助 就拿钱来补助 如果你到花莲去玩 你去花莲去住宿 政府帮你补钱 那大家就会去啦 礼拜一到礼拜四 现在9.65亿的这个振兴 花莲的观光的这个经费呢 要补助下去 好 接下来从7月之后呢 它有可能啦 因为日期还不是很确定 到时候上路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 到花莲去 还有台东哦 礼拜一到礼拜四的话 一个晚上帮你补1000块 所以呢 这个目前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9.65亿 今年暑假 寒的没得倒去 希望花莲的观光呢 还能够注入一季活水 好 对 花莲的观光 同一来讲 你给我9亿的补助 还不如赶快把路修好 为什么 你看看 你怎么补下去了 台东也有得补 大家走南回南横就过去了 对 人都去啊 我花莲也是担没人啊 你给我9亿 我还缺70几亿 是 因为整个花莲这次地震造成的损失 来 观众朋友 我示范给你看 花莲的这些观众朋友 现在看到我们今天报新闻 大家都对心哭 真的 就像文案讲的 现在差多少 从4月地震以后 整个的退房 退到了7、8月 退到了9月、10月 所以整个旅宿业 餐饮业 交通业 跟相关的娱乐 购物 整体 大概花莲这次的地震 就损失了80亿 80亿到年底 你损失80亿 你编9亿多 可能带来一些观光 你可能也补不回来 所以才讲说 花莲现在非常需要 东西卖出去 人进来 花莲才能够救起来 那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花莲的观光 是它的命脉 经济命脉 这是所系 所以要振兴观光 可是除了观光以外 一般家庭生活 还有地震之后 因为房屋倾倒以后 所造成影响的人 一般的住户 有的住户 还有一些学生怎么办 那观众朋友 因为花莲 红黄丹贴了一堆 所以震灾之后 是有补助的 它的住宿补助 一个月是8千块 所以很多 这个价格9千块 一个月的住户就出现了 这么贵在花莲 因为你補8千 因为我知道你有补8千 所以我不是租你5千 我租你9千 你再拿1千啊 所以就很多的 我就不点名了 有一些网友在网上讲说 我们涨价了 现在一间大概都7千到9千 他就是抓那个8千补助 那所以呢 一年以后没有补助了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住吗 补助现在暂时没地方去 所以花莲的这些 就是房东们 你要想一想 现在目前的这些钱 你把它抬下去 这只要抬下去 你后面就没肉了 所以尽管有人贴黄黄丹 俊亮哥 还有一些人 根本没有去找房子 继续住 住在围楼里面 冒着生命的危险 继续住围楼 我就在想 隔了一座中央山脉 我们在西边这一边 这样的关心 这样的资源 过得了花莲吗 还真的是过得来 你可以看到 卢秀燕市长 哇 这一则新闻 让人觉得心暖暖的 上礼拜我去哪里 中华电视哪里 有一个阿姨跑过来讲说 我也还有看到你 在讲花莲 你说什么 五月天 观众朋友一直看我们节目 他知道哦 他们在等哦 大家看报庆文 有机会五月天 我在花莲 我也去啊 大家就能去就去嘛 好不好 我们帮助花莲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讲到 一方有难 八方持援 燕子来了 台中直接捐两千万 而且邀指风车去 花莲表演 就一百团到花莲旅游 卢秀燕拼下去 所以这种时候 君强哥 你没有出力就算了 所以我们当家里派 那当然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 匪夷所思的诗言 居然讲说 4月3号 他说因为立法院要攻防啊 他老天有眼 所以地震之后 他要富昆起 快拼到花莲旅游 嘿嘿 对不对 所以柯建民 昨天在立法院讲什么 我真的是 我看到这个影片 如果有朋友传给我 一看说 我真的想说 这个是有没有批准啊 还是AI的生畏技术 所以为了政治的攻防 柯建民他真的其实产见 因为他在立法院算认真 又是行动的立法委员 这样三十年了 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老天有眼 救台湾民主 所以花莲大地震 这句话没有人可以接受 所以柯建民 昨天出来跟大家道歉 他说我失言了 请大家能接受他的道歉 花莲地震是因为老天有眼 任何人都不应该讲出这样的话 雨萱 老谋深算的老柯 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因为老天有眼 老天有眼终于制裁了 这个是在立法院 嚣张二十年的柯建民 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说竟然在四月三号 花莲发生地震 这个叫做老天有眼 结果一出之后呢 包括连民进党 全部通通大锅 没有人护航的下去 柯建民紧急的 在立法院三度道歉 各位这叫什么 标准的夜路走多年 遇到鬼 为什么 因为老柯这条夜路 走了多久 走了二十年 他在立法院 向来是呼风唤雨 为什么 前面是跟王金平共治 柯王王柯体系 所以立法院都是他说了算 而到了民政党的执政八年 他也是一党独大的大党鞭 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 结果如今这个大党鞭 受到了刺激 这个刺激叫做十五年败 党鞭 那是贪抠的意图 你每一次表决 每一次你就输一票两票 十五次表决 十五败 根本人会烂 人会没人 人会弄 最后居然 总召抠人 人都不进一场啊 柯建民即便发总召 整天发假动假动假动 但有一次俊阳哥 连柯建民自己都没来 你知道那时候跑去那里吗 一发总假动你自己没来 那跑去找陈建仁 跟陈建仁的陪洗伴游 好不好 所以柯建民自己都没来了 那与此同时 你看最近他们来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明明有五十一票 结果呢 到上个礼拜为止 竟然只来了四十六票 这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就算我五十一个通通到齐 俊阳哥请问会赢还会输 还是输啊 还是输啊 可是输了 我好歹开出来五十一票啊 第一次输人无数庭 第二次输人无数庭 第三次 我都大高雄 我跟你输人无数庭 请问一下 民进党什么样的立委最多 中南部的立委最多 国民党那边北部的嘛 顶多到中部嘛 高雄这个地方 国民党全军覆没嘛 毁点的输没差我一票啦 对所以各位 未来我跟你讲会出现一个状况 大家开始谈性疲乏了 反正我投票也是输 我为了要去投你这一票 我高雄可能早上四点就要起床 五点要去多搭高铁 搭高铁到台北七点多 然后再去签到 再去看党团会议的港干部 然后最后面倒的结局是 啊 国师啊 请问一下会不会泄气 所以现在柯建民 为什么人叫不上党遇到这个问题 而就连党团三长 现在有一个人也浪杠 这个人叫做庄瑞雄 先前庄瑞雄还常常出来呢 这个匹配狗大小生 还对于我们这个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 非常多的指教 结果没想到奇怪 庄瑞雄最近人也消失了 而唯一剩下一个是 住在立法院旁边 每天到立法院 接受自己失败事实的柯建民 而另外一个人叫做斯瑶小姐姐 因为斯瑶小姐姐 她有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 我好想选台北市长 我怕我下次再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进声 没有分裂投票 我就会被干掉 现在时也运也 如果都不在老柯柯总召这边 难怪连韩国瑜在一场 都可以洗他脸啊 以前老柯最喜欢你去口罩场中 叫不来啦 叫不来啦 叫不来 叫不来啦 什么都叫叫不来 结果现在反而是 韩国瑜跟你讲 柯建民叫不来 韩国瑜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声 在场突然跑出来 一个不是人 而是一个巨婴 一个叫做洪生汗的人 洪生就是 巨主老师我要拔人 老师我要拔人 老师我要拔人 就是各位 你刚才看到的画面 结果韩国瑜直接跟他讲 不行 你不是三掌 而这个规定是由柯建民提出来的 直接打脸 而当下柯建民还在摇巴扎说 没有我是说三个人数啊 是优先还要硬拗 所以韩国瑜直接一句话 闭嘴 反正呢 最后把人通通清场给送出去 所以到底是谁不懂议事规则 你知道我就想到了老柯 当时二月份才刚刚开议的时候 他是怎么去洗脸国民党那些新科立委的啊 对柯建民呢 以前就一句话叫政级规则 反正老子有六十几票 我说了算啊 对不对 现在实不我语了 好不好 因为人总是会过气 为什么他讲 贵白没落屁的苦 因为一开始刚开议的时候呢 他还对这个国民党新科立委说 我如果数字差 算是你的手建啊 数字之间都很差啦 三十年仅见啊 但是结果没有想到 如此优秀 如此清明 如此能干 立法院张荣的翘楚活字典 竟然输给这些数字很差 三十年手建的立委 而且一输还就输了 十五次了不起 还说人家有要医吗 如果国民党咨询有要医吗 那柯建民完蛋了 因为他叫做无要可医 怎么比都得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都不会太久耶 上个月 上上个月的时间而已的老柯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跟你郑重九十度鞠躬道歉 你可以看看 在那一场朝野协商 黄国叉哈的登一登到的时候 他那时候的反应 你看你真的会笑三声 因为柯建民那时候错叛局势 因为柯建民认为说 民众党叫做没用 民众党的八票叫做废八席 叫做废八票 民众党是个废票党 还记得吗 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废票党 竟然还真的废出 有出息了 废到出息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就不投票啊 国民党我不投 国民党要输的时候 我进来投票 这个废票有意思吧 当时柯建民还讲说什么 他说这个 黄国昌跟韩国瑜告状说 柯建民每次 我讲话 你差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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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老柯竟然还补到说 赶快离开赶快 赶快快快快 啵啵跳 啵啵跳 大概都啵啵跳 没有想到现在当初 柯建民羞辱的黄国昌 啵啵跳的黄国昌 把黄国昌气到高歌离席 而如今不管是蓝 不管是白 通通都变成一种声明 叫做在野阵线 完全的让柯建民彻底吸引 好 所以董哥 今天我们看到了 当时不可一世的 大绿的党团总召 现在怎么变成了 鞠躬道歉的那个 泄了气的皮球呢 过去八年他们为首亦为 现在完全没有那样的情况 25年来 他首度一直吃到败仗 什么案子都通不过 他要假动 开始大家陪你假动 后面人家也不愿意了 徒劳无功嘛 对不对 你自己是不温馨 你又不用跑地方 我们可要 所以你今天看到 柯建民那种 痴悲 已经到了没办法 自己都没办法忍受了 都自己都觉得说不晓得怎么办 那他现在的情绪就非常高昂 就会讲错话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他因为不认清政治现实 民进党在立法院不够办 而院长已经不是过去跟你搭配的很好的王金平 国民党忙很久执政 国民党在立法院也够办 忙很久很多提案都够不了 包括提名沈露雄当副院长都够不了 对不对 立法院同一票 国民党够办都够不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就是一片 你当总统是你的事 我们立法院最大 只要国民党某些人跟民进党配合 他就可以达成柯建民想为所欲为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柯建民 他够去的可以为所欲为 现在七级败坏 但是我告诉他 大势已去 你已经不是够去的老科 早早把总召卸下来 早早离开立法院 因为你够去 那种辉煌腾达纵横败合的时代 早就够去了 民进党还想往来套 你现在他变成是最大的一个 民进党的一个阻碍你知道吗 因为他跟黄国昌是死对头 就好像赖清德跟陈廷辉是死对头 就你完全没有办法解他 那现在你这种态度 黄国昌当然更生气 他现在是民众党的总召 他带领民众党 高兴投就投 不高兴投 我就不高兴投 不管我高不高兴 赢的都是国民党这一边 对不对 那你永远输嘛 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现在最大的阻碍 其实就在柯建明 那民进党 如果赖清德这些人想通的话 赶快请柯总召 明谢会顾 后知你怎么看 阿扁的状况是 选举的时候很激烈 但是平常的时候 跟在党互动没有问题 他是到选举的时候才牵手护台湾啊 什么去跟那个两岸关系 但是他平常的时候不太骂国民党 可是跟现在的氛围完全不一样 所以老柯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是因为民党整个上下 在蔡英文的八年已经完全战狼化 不断的就是抗中保台 不断的扣帽子 所以他的朝野关系非常非常难缓和 那老柯现在的状况是说 你如果赖清德不变 老柯再怎么做也有限 但是老柯现在的状况 他变成说 他只能什么 我就是做好我的角色 所以不断的 你要对抗我就继续对抗 但是对抗的结果就是一路输 绝对没有办法赢 建平 我觉得关键在人 刚刚后知一讲 唤起我们以前在跑立法院的这个回忆 2016年以前老柯靠的是谁 王金平 这个董哥大家也很清楚 王金平以前会让他 会这个稍微配合这个柯建民 然后让这个民进党团 要做什么预取以求 然后2016年以前又有分水 2008年以前是这个大立委制 就是立法院有200多席立委 然后到了08年到16年 就变成这个113席之后 还是有这样 然后民进党也曾经变得很少很少 只有二三十席 三十几席这样的状况 那时候王金平就是会 站在老柯这边 可是16年到24年呢 当王金平老王不在之后 民进党靠自己 可是他们一党多数 所以当时蔡英文跟苏贞昌都要靠老柯 老柯就因为立法院民进党多数 所以于去以求 所以我从24年的这个分水里往前推 你要看的是老柯靠的是人 那24年以后 就今年总统跟立委选拟结束之后呢 形势已经比人强了 不管靠人或者是靠人数 老柯都没有办法掌握 你要跟这个以前一样 跟这个老王的关系 那你现在要这个比照 你要韩国瑜 韩国瑜不会买账啊 那你要跟他比议事技巧 旁边有一个周万来比你还懂啊 所以当你去质疑说 韩国瑜不让这个 他们的红生案发言的时候 马上就会搬出来 你也是一样 不让陈昭之发言啊 所以老柯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急 急了之后 又在立法院协商动不动 你要去看那个黄国昌的罪恋 我刚刚每次讲话 你插什么话啊 你插什么话 然后对着这样的一个柯建民 他心里面其实 刚刚讲说自卑啦 急啦 我觉得食不我语 所以当他现在掌握到50席 51席上下的民进党的时候 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柯建民啦 老柯已经慢慢 我觉得他的时代退出了 然后你再想说 他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 除非啦 你就祈祷民进党 不要再去打这个 另外一个柯 柯P 那你才能够跟民众党合作 否则 你看民众党在立法院里面 就是左右逢源 蓝绿摇摆 那目前状况氛围是比较 跟国民党合作比较多 那你要把它拉过去 现在跟你仇恨值那么高 柯建民当然没赔布啊 那你只有讲话说错话 这种诗言 你再道歉30次也没用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而且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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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